《圣经背景多面看》 今天来到第四讲 我们今次转了另一种题目 就是研究基督生平的背景 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尼亚 这是圣经的说法 在哪里? 就在约翰福音4章3至4节 圣经说耶稣离开了犹太 又往加利尼去 犹太去加利尼中间要怎样呢? 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尼亚 这个必须就不是必须了 为何呢? 因为很多犹太人都不走这条路 为何呢? 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尼亚人 撒玛尼亚人跟犹太人予此不能相容 在这种状态下 你不接纳我 我不喜欢经过你那里 你又不接纳我 你又不喜欢来我们那里 在这种情况下 那是怎样呢? 我们看地图 上面是加利尼 下面是犹太 中间是撒玛尼亚 犹太上加利尼一定经过撒玛尼亚的了 那并不是的 他们原来宁愿麻烦 去到约旦河的对岸 东边 一路北上 然后再一次横道约旦河 才在加利尼那树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 走路多了 住旅馆多了 时间又要用多了 不过他们宁愿这样做 不过现在圣经说 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尼亚 即是说他有一个意向 他有一个心意 他有计划 他一定要走这条的路 走这条的路 要经过撒玛尼亚 去哪里 原来提到撒玛尼亚 有两种的说法 一个就是指 撒玛尼亚的省或者地区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座城 叫做撒玛尼亚城 到底现在耶稣基督 必须经过撒玛尼亚城 还是经过撒玛尼亚区 你说呢 原来这个是指撒玛尼亚区 因为原来当耶稣基督 与撒玛尼亚妇人谈道的时候 那个城就叫做罪格 从高空看下去 大家看到有一间礼拜堂 礼拜堂附近 人一带有民居有些绿树 以前这个礼拜堂 我最初在耶稣基督读书的时候 它还没见过 顶部也没见过 现在已经见过了 你说如果进入了这个礼拜堂里面 有什么看法呢 原来里面就有两边楼梯 这边一楼梯就下去 然后那边楼梯就上来 中间下去是什么呢 原来就有一个叫瓦角井 这个瓦角井 就相传就是他们的祖先瓦角 他所见的 或者用过的 而这个地方就是当时 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 谈活水的所在地 其实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经过这一树呢 那不是只是因为他很想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导 更加他很想让我们了解到他接纳撒玛利亚人 而他乐于将福音 将神的话 拜给撒玛利亚人 所以当时约翰福音就提到第四章 耶稣基督就在瓦角井旁 直着活水 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导 结果他就悔改 因为这个不是别的 他是先知的 并且能够将我的事都能够讲述出来 带了很多的撒玛利亚人来 当时耶稣和他一说 说完之后 他连水冠纸都留下 扔了下来就走了 为什么呢? 其实你要拿水冠纸来拿水 为什么现在你不拿回水冠纸呢? 因为他用耶稣基督那一说 已经心灵里得着活水 何需要还有物质的水 供应他的需要呢? 整件事里我们说 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为我们立下一个好的榜样 给我们的认识就是 他打破了一些成见 就是说你认为他不应该信耶稣 没有资格信耶稣 不会信耶稣吗? 不一定的 耶稣基督打破了这个成见 成为了一个典范 并且在其他他的教导里面 都不断有这方面的教导 所以他提到一个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 来到求耶稣医治 但是十个里面九个都没再回来 跟耶稣说多谢 只有一个而已 那是什么? 那就是撒玛利亚人 他提到有一个人 就往耶利哥去 谁知道被人打伤了 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救了他 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 不断地提到这些撒玛利亚人 你说神会不会真的 会顾念撒玛利亚人 我们才是传统整个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撒玛利亚人算什么? 他是一半的犹太人 一半的是外邦人的血统 因为他们和其他外族通婚 神会不会爱他们? 神会不会喜欢那些曾经 在亚述和巴比伦的年间 与外族通婚的人 神会不会喜欢他们? 知不知纳他们? 神会不会喜欢那些 在他们的经卷里面 他写着可憎户的 所罗门王耶路撒冷 在那树见圣殿这些字句 神会不会喜欢这些人呢? 答案是什么? 神仍然接纳他们 所以当耶稣基督 离开世界要升天之前 祂说 但圣明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接着 和撒玛利亚 所以神没有将撒玛利亚人 伴犹太 伴外邦血统的 神将他们放在救恩的门外 不会这样做 神接纳他们 愿意福音要传遍的时候 他们是第三类的人要接触 并且 首先过于往外邦 向外邦人传福音 如果大英姊妹想看多些的话 在我们以斯拉的学习平台里 其实是有很多的资料 如果大家说 我看完了 我想参加你们的百般体验团 即是我们的游学团 又可以随时向我们报名来参加 在明年的时候 我们将会在马来西亚浸讯会神学院 去负责他们的圣经背景 文学碩士的课程 如果大英姊妹有兴趣知多些 或者想报名的话 可以联络他们神学院 如果你要了解有关这个课程 那个章程要求 和到底每一课读些什么的话 也可以用连线下搜索的PDF